各位先生好 下面我们来讲授第十九章所得税 所得税这一章内容呢 第一个难度比较大 很多考生都认为所得税搞不懂 那么第二个呢 所得税这一章内容 从历年考试情况来看 还是在考大题啊 所以我们还得把握好 即使再难 那么大家要公一下 我觉得公一下 它比收入和金融工具 我觉得还是简单多了 对吧 那么这一章难在哪了 税率变动 就是转回的时候税率变动那是难 除此之外 其他的都成为内容 况且 那么在这两年考试 除了这个19年以外 那么这两年基本上都什么 那么都是什么题啊 都是所得税是出于配角的地位 不是主角 所以大家呢 还得要把握好基本内容 好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去年的真题 第一 单项选择 第一 讲公司20年会计核算与税法计量存在如下的差异 第一 因存货减值具体跌价准备三百 碰到这种题 第一 给我反映的是什么 那么一定是什么 是纳税调增 纳税调增一定可抵扣 可抵扣走电所得税自然 不就完了吗 就点事啊 是不是啊 在我说第一年 你把第一年给我寄入纳税调增 纳税调增 那么这个纳税调增对吧 纳税调增这一定什么差异啊 一定可抵扣啊 那么自然减值了吗 自然减值 自然减值或者纳税调增 这俩是一对啊 那么一定是可抵扣 可抵扣走电所得税自然 那对吧 那反过来会吗 凡是纳税调减的 纳税调减 那么自然增值了 自然增值是应纳税 应纳税确实为电所得税负债 不完了吗 常规内容特别简单 实际上啊 第二个 因产品质量保证既提了 预计负债 那么这个200万仍然属于可抵扣 可抵扣确实为电所得税财 纳税调增 第三 因自行研发无形伞 发生的研究费用是1000万 税把规定加计扣除 看见了吗 好 那么这个内容 确认点吗 不确认点 不确认点 好 那么所得税25 那么我现在问的问题是 确认点所得税资产的什么 确认点所得税资产的什么 很简单吗 很简单 所以来看一下答案 那么两个内容啊 那么第一个资料 存货跌价准备 是谁可抵扣 确认点所得税资产 那么第二 具体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这200万 属于可抵扣 那么第三个不是 乘25% 算出125% 答案是 非常简单 自行研发的无形伞 为什么不确认 被果断变了 第一个 不是产生企合病 第二 初始确认是既不影响 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英纳税所得 所以不确认点所得税资产 虽然属于可抵扣 但不确认点所得税资产 所以两分到手了吗 到手了吧 两分 好 第二题 计算题 甲公司 X8年度 财务报告 经董税批准 X9年3月15日 对外报出 X8年度 有关资料如下 1 X8年1月1号 甲公司 从无关第三方 无关第三方 受让了 其所持有 乙公司 30%的股权 转让价格是 2000万元 款项已支付 乙公司 股东 变更手续 当日办理完毕 取得当日乙公司 竞赞的账面价值是5000 可辨认竞赞的公允价是7000 除账面价和公允价 不相等以外 其他都相等 那么这个账面价1000 公允是3000 那么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年限10年 自取得乙公司股权尚可 贪销年限10年 好 那么接着看 那么受上股权以后 甲公司能够对乙公司 施加重担项 甲公司你长期持有 乙公司的股权 38年实现的利润 是这个数字 然后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50万 好 二三资料率 其他资料 那么可以自己看 都是居民企业 所得税25% 取得乙公司股权日 乙公司可辨认竞赞 公允价 与账面价差额 不考虑所得 税影响 这是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 在题目 正式题目中 告诉我们这句话 以前考过吗 考过那是哪年了 是2015年 哪年我记不清了一道题了 那道题 没对外公布 一直有争议 一直有争议 这次题目告诉我们 多清楚 不考虑 所得是影响 这块明确告诉我们了 好 除题目要求外 本题不考虑 其他因素了 好 要求三 注意这三 前面资料都是别的题了 大杂会题目 根据资料一 判断 假公司 对乙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形成暂时差异 形成暂时差异 当然形成了 是否确认点 不确认 因为企业 你长期持有 说明理由 如果需要确认 计算 然后别翻路 那么来吧 假公司 对乙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形成的暂时差异 不应确认 点所得税 理由 好 资料在下面 那么因为假公司 你长期持有 你长期持有 乙公司 百分之三十股权 因 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 产生了暂时差异 预计未来期间 不会转回 对于未来期间 没有所得税影响 所以不会确认 这是第一个 再有 因确认投资 随意产生暂时差异 如果在未来期间 逐期分回现金股利 或这个利润 是免征企业所得税的 那么也不存在 对未来期间影响 再有 因享有背头单位 其他权益变动 而产生了资议差异 在长期持有情况下 预计未来期间也不会转回 因此 在准备长期持有情况下 既在采用权益法核算 长期股仁投资情况下 既账面价 这个计税 就有差异吗 有 但是不确认 点锁的税影响 就是因为未来转不回来 转不回来不确认 最最左云就是 你长期持有 你长期持有 就这么一句话 多么简单 多么简单 这道题实际考的权益法 实际考的权益法 好 到这一旨 那么 去年考题我们讲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出 结果什么 是什么 所得税配权不是主权 所得税是配权 是配的长头 那么还配过什么 金融资产都配过 好 下面我们正式来看一下 同步训练 第一 单项选择 下列各项资产负债中 计税基础为零的事 为零的事 那么第一个 因欠税产生的 应交税款的支纳金 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个说完 六万吧 六万吧 那么这个六万 那么就应该等于是 负债账面价六万 建筑未来允许扣出金额多少 未来允许扣出金额是零 永远不让扣 还是六万 所以计税基础是零吗 不是零 不是零 好 B 因购入存货 形成应付账款 那么 假定还是六万 得负债账面价六万 建筑未来允许扣出金额零 还是六万 所以这个 都不是零 因产品质量保证 确认预计负债 加定还是六万 那么应该等于 负债账面价六万 建筑未来允许扣出金额多少 未来允许扣出 六万 再说 未来允许扣出金额六万 等于零了 所以计税基础这个可以选 C可以选了 再接上D 当年购入作为固定散核算的 入账价值超过五百万的生产设备 超过五百万的生产设备 这个命题本身来讲 没有什么玄机这话 就是超过五百怎么了 没超五百 没超五百的话 那么记住 没有超过五百的话 还有一件事 那么你得看税法怎么规定的 看税法怎么规定的 税法说了 可一次性税前购入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有可能产生差异 但是和这个没有关系 不管它 那么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 注意这个问题 这个内容在最近考虑次 没有超过五百的情况下 好 答案选择C 第二题 小公司21年度会计处理 与税务处理存在差异 交易项如下 第一 当年购入交易性金融产 公元价上升了四十万 上升四十万增值了 增值了属于是什么呢 纳税条什么 条件 那么纳税条件对吧 自然增值了纳税条件 税法不认 公元价是变动 所以这只要应纳税差异 第二 具体与担保事项相关的预计负债 税法说了 永远不能税前扣除 这叫永久性差异 也叫非暂时性差异 三 具体减值准备一百万 这叫永久性差异 还是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 这个是未来实际发生让扣 也就是实际 实际是发生了损失了 那么让扣 所以这个内容 属于可抵扣 未来让扣 所以二叫做什么 二叫做永久性差异 那么这个三呢 是属于减值 所有的减值都属于可抵扣 可抵扣都走电锁的水子弹 好 第四 亏损合同确认预计负贷 这也属于可抵扣 也属于可抵扣 好 那么这家公司上述市场 产生的可抵扣差异 知道吗 很简单吧 第一个是这样 交易性兼容自然 增值了吧 增值了水英纳税 说多少遍 增值水英纳税 它不属于可抵扣 所以水英纳税差异 应该确认为 地盐所得税负贷 好 第二个 既提担保 既提担保 这属永久性差 永远不让扣 为什么呢 你套公式呗 负债账面价值是600 减到未来允许扣出 基本0 还等于600 所以不会产生三纳税差异 好 第三个资料 既提减值准败 这属于可抵扣 那么第四个呢 亏损合同 确认绿据负贷 也属于可抵扣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 可抵扣是240 确认什么科目 地盐所得税资产 再接着看 第三 奖公司适用的所得税25 20年末 奖公司持有已公司 30%的股权 并就重大影响 参用权益法核算 初始投资成本是1000 截止到年末 奖公司该股权账面价值 1380 多多少 多了300万 那么其中 一亿公司20年实现的利润 奖公司按照持股比例 增加长头账面价300 还差个80 那个80是什么 是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增加了一个80 就其他综合收益了 所以 初始成本1000 这是1380 1380 其中380 有一个300 是利润算出来的 还有一个是80 是其他综合收益形成的 好 奖公司计划 21年出售 该项股权投资 好 出售啊 马上想什么事啊 出售计划 已经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预计21年2月 办理完毕相关的资产 过户手续 售价是2600 好 年末的时候 奖公司将其划分为持有代售 持有代售了 已经进入持有代售了 那么税法规定 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 免征企业所得税 问下列 快处理 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1380 计税基础1000 这个没毛病 这个没毛病 正确 所以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计税基础 税法认的 最早最早的金额 对吧 确认点锁的是负债 那么可以确认吗 可以确认 可以确认 地人所得税负债 经过一会儿说 那么地人所得税负债 可以确认 那么对应的科目 可以是所得税费用 也可以其他送科收入 都没问题 但是我们得算个数 算个数 答案C不正确 C不正确 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 但是这个数 你看这俩数是一样的 肯定就不对了 对吧 好 那么答案C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长头的账面价值1380 计税基础1000 所以形成应纳税差异 增值了吗 但由于甲公司计划 在下年出售该股权投资 而且经股东大物批准了 因此需要确认 电锁得税负债了 可以确认吗 可以确认 那么金额就是 380 乘25%是95 所以95出来了 代计电锁得税负债95 这没问题了 那么对应的科目是 那300 那300 那300还记得吧 那300呢 是因为利润形成的 借长头带投资收益 那么这个内容可以对什么 可以对的是所得税费 那么还有一个80 这个80呢 这个80只能对着其他综合收益了 在80乘25% 因此在这个题目中 这个题目中 往前再看一下 在这个题目当中 其他综合收益是负的吗 是负的 因为是在借房 在借房 好 那么地缘所得税负债的贷房95 那么这个数不对了 这个数不对了 这数是75 这种题 你看见了吗 去年考了吗 考了还是这种题 但是他没有走地缘 但我这块走地缘了 好 这是这个题 再往下接下来看下道题 第四题 甲公司19年12月31日购买一台设备 价款是1000万 年限5年按照执建法提折救 税法规定层双倍 双倍按照5年 5年 这都是5年 这都是5年 好 甲公司个年利润均为2000万元 所得税25%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问不正确的事 不正确的事 好 第一年20年末 确认地缘所得税负债 21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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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21年了 就第一年是20年末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选项A 选项A 那么20年末 资产的账面价 原值1000 减掉1000 除以5年 19年12月份购入 19年不提折救 20年提折救 所以算出账面价是800 而继续基础税法 说的是双倍 所以1000减掉1000 乘以5分之2算出600 好 那么这个是800 那是600 所以这叫应纳税差异 应该确认为地缘所得税负债 所以200万乘20%是50万 所以这个没问题了 这个没问题了 接着看 B21年末 累计产生的应纳税差异 累计的 那么就是账面价值1000 减掉1000 除以5年差 2年了600 计税基础等于上年末的600 减掉600 乘5分这 等于360 好 那么600 大于什么 计税基础360 那么算出240 所以累计的 累计的应纳税差异 是240 没问题 好 所以21年确认电所得税费用是10万 所得税费用10万 这俩数肯定有个不对 肯定有个不对 对吧 那么我们说过了 我们说过什么呢 我们说过了 那么就是说没有税率变动 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永久性差异情况下 会计利润2000万 乘以税率25%一定什么 那么一定是你的所得税费用 一定所得税费用 对吧 所以答案C和D知道了吧 好 来看一下 选项C DN所得税负债的发生额 那么就应该是600减掉360 成25% 本年末减上年末等于正时 等于正时 所以DN所得税费用是正的 代计DN所得是负债借费用 所以这个时候C对了 那么D肯定错了 刚刚说过了吧 D肯定错了吧 不就2000乘25%吗 不就2000乘25% 是500啊 是明摆的事 所得税费用 是两个内容构成 第一个是当期所得税费用 第二个DN所得税费用 俩加在一起 叫利润表中所得税费用 快速计算 直接拿税前利润成25% 因为这道题 这道题 直接拿这个2000万乘百分之 就是利润表中所得税费用 那么一定就是500 你去验算肯定对 我们讲过多少遍了 好 第五题 蒋公司21年有关业务资料如下 一 21年当期发生了研发费用1000万 其中资本化形成无形散金额是600 那费用化金额就是400了 7号研发无形散达到预定用途10年 好 税法规定满足加计扣除要求 好 75了 改成75了 第二 蒋公司21年因债务担保 当期确认了100万的预计负债 借银外支出带预计负债 税法认吗 不认 好 那么税前利润是1000万 问下列表述中不正确的事 不正确的事 来看一下 那么21年末产生可抵扣差异 427.5 427.5 可抵扣差异 刚才的题目中有可抵扣吗 有 研发可抵扣 但走地缘吗 不走地缘 不确认地缘 不确认地缘 所以这个肯定不对 其他再说吧 其他再说吧 肯定并不对吧 你快说并不对吗 对吧 来看一下吧 那么首先选项A 无行算账面价值是 原值600减掉600 除以10年乘12分之6 7为好 所以算出570 然后继续基础税法 说了按照成本的175% 所以贪销依据 所以600乘175% 减掉600乘175% 除10年乘12分之6 是997.5 好 那么看好了吗 这一定产生可抵扣差异 427.5 所以这个没问题吗 没问题 可抵扣没问题 但确认地缘吗 不确认地缘 我说过了 对吧 好 再接着往下走 还有一件事 那么第二个资料 那么第二个资料 担保 担保的话 那么一定要永久性差异 因为负债账面价值100 减掉未来允许扣出金额是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产生了什么 是永久性差异 不会产生可抵扣差异 也不会产生应纳税差异 它是永久永远不然扣 永远不然扣 所以可抵扣只有第一个 第二个没有 第二个没有产生可抵扣 也没有产生应纳税 是所永久性差异 好 这是一个 那么再接着看 那么选项币 研发支出的无形传 虽然产生革地货 但不确认点所得税影响 所以这个他确认错了 那么应交所得税 得税前利润一千 减掉废话的400万 加计扣出 减400万乘75% 然后再接着减掉600的原值 除以10年除以2 除以10年除二再乘个75 等于按照成本的100% 75作为贪消依据 然后加上这100 税法永远不认的 永久性差异100 就是那个担保 括号成25% 算出194.38% 所得税份也得数 所以答案 那么只有这个B不正确 第六题 AS公司属于高新技术 且适用的所得税15% 预计下一年 所得税率就不设了 变为25%了 4.1 21年1月1号 那么七出余额是 电所得税负债的金额30万 这30万一定要注意 这30万给你了 好了 那么因上年交易性金融产生的 应纳税差异是200万 那么这个括号 有的时候200告诉你 有时候200不告诉你 不告诉你怎么办 反除 所以这个30万 反除15% 那么得多少 那么等于是200万 等于200万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200万 如果不给你的话 记住反除 除出来后就应那是差异 接着看 电所得税资产的金额13.5 括号是上年预计负债产生的 可抵扣90万 那么这90万不给你会吗 反除 那么就是13.5 13.5 反除15% 那么应该等于多少 那么应该等于90 应该等于90 所以这个两个数字 为什么我答案中反除 就是因为我要求除原来差异 求除原来差异 因为这个是税率变动了 税率变动 我必须要对七出的金额金调整 要不然我累到年末去 我不累到年末的话 我期末余额 那个地缘所得税 自然地缘所得税份 我用的是未来转回时的税率 来计量的 对吧 好 第二个 那么21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资料 交易性金融资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是1500 计税基础1000 那么这块 就第二年了 累计的增值了 累计的应纳税差级500了 累计的应纳税差级500了 好 那么预计负债呢 那么计税就还是零 那么这是100 好 那么现在问 除了上述项目以外 其他没有差异 然后税前例如1000万 问下列表述中不正确的 当期所得税费用 地缘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 应交所得税 好 一个来吧 面首班的时候 很多学生老师那么清楚 所以我又加了一种方法 又加了一种方法 好选一下A和D 当期所得税费用和英雕所得税 应该是相等的 所以A和D 再来看一下 当期所得税费用和英雕所得税 这俩数应该是一样的 好答案选择C 我们先来看A和D A和D当期的所得税费用和英雕所得税 这俩数一定相等 所以当期所得税费用等英雕所得税 那么等于税费用1000 那么一个来 第一个是交易性兼容资产 那么是英纳税 因为年末涨了1500和计税基础是1000 涨了500万 累计的英纳税差以500万 年末减年初年初的差异 告诉你了是200 所以这个是300万 这300万是交易性经济增值了 对吧 增值了 进入到税前利用上了 税法说不交税 所以纳税条减300万 好 那么第二个可抵扣 可抵扣差以预计负债账面价100 累计的 继续基础0 好 那么100万减掉上年的可抵扣差异是90 好 那么这块为什么加 前面为什么减 我说了多少 可抵扣 可抵扣 今天让你扣吗 不让你扣 所以纳税条增加回去 这个为什么减掉 那么增加税前利用税法说不交税 所以纳税条减 还是那句话 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说的 可抵扣差异是纳税条增 应纳税差异是纳税条件 而且发生额 第二年就发生额了 乘以 今年向税务局交的税是15% 电锁的税是25% 所以算出106.5 好 这有了 再接着看选项币 选项币 选项币呢 是电锁的税负债的发生额 那么 1500年末的 那么这是1000 所以累计金额是多少 是500 累计的应纳税差500 常以未来转回税率25% 那么年末减年初 年初30 等于正的95 正95 电锁的税负债正的 再去电锁的税负借费 好 那么我这块用三种方法来讲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面周班讲课的时候 很多老师对这个弄不清楚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一种方法 或者再接着看 先对七出金额调整 30 反出15% 这个数不用反出 这块给你了 200万了 但没给你会不会反出 反出 乘以 新税率和老税率 这些差 调整到现行税 从15% 调整到25% 本期产生差异300 这300不这300吗 乘以25% 算出95 这是第二 第三种 再接着看 第三种情况呢 这个写前写后 可以啊 本期产生的应纳税差异300 从未来转回税率25 再接着加上本期 不有了吗 再加上一个什么 再加上本期的七出的 本期七出的不是200吗 不反除一下吗 反除一下吗 好 乘以25% 这两个累加在一起 不就是500X25吗 然后再减年初的30 也等于90 怎么算都能算出95 怎么算都能算出95 条条大路通罗马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啊 那么这个是 点所得是费用对吗 贷债借费用 费用啊 好 再接着往下走 下一个 点所得税自然 年末预计负债100万 计税基础零 账面和计税基础 叫可抵扣 好 那么100万乘未来转回税率25% 年末减年初 年初13.5 算出11.5 这有了 那么第二种算法呢 先对七出金额调整 13.5反除15% 再长以25减15 调整到现行税率25% 这块你不用反除 这不给你90了吗 然后再加上本期产生了差异 10万 100减90 长以未来转回税率 25% 算出11.5 这不也能算出来吗 或者说 13.5反除15% 乘25 然后10万也乘25 这个都是25算的 年末减年初 不也能算出11.5吗 怎么算都可以 好 点所得税率费用 那么这11.5是资产吧 挣到借自然贷费用 贷费用是减 那么95挣的算出83.5出来了 然后选项C 所得税率费用 是等应交所得税106.5 加上那个点所得税费用83.5 那么叫所得税费用19 好 那么答案最后出来了 所以所得税费用 记住两个内容构成的 当期所得税费用 当期所得税 即应交所得税 加上点所得税费用 收益是减的 好 7 A公司适用的所得税25% 20年1月1日 A公司将其自用的房屋队出租 成本是7500 预计年限20年 之前已经使用了4年了 好 用执箭法提折 就残值未灵 转换日 该房屋公民等于账面 都是6000 省事了 转换日没产生差额 省事了 那么产生差额我也讲过了 没产生差额我也讲过了 转为投资性房田之后 能够持续的可靠的取得供应价 所以用公运模式 年末供应价是9000 转换日供应价是6000 我问大家一笔分路 这笔分路 年末这笔分路 借记调增了吧 借记投资性房地产 二级科目 公运价值变动 借记公运价值变动 所以金额是3000 好 那么这个3000 税法认吗 不认 所以是纳税条减 给我减掉 税法认什么 税法认折旧 税法就认折旧 接着他走 那么这是一个 接着个21年末 供应价8500了 跌了又跌了 那是9000这8500了 好 税前利润都是1万 税法规定 认这个折旧额 折旧方法和会计 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期初的地盐所得 税负债金额0 其他资料自己看 求什么 求不正确的事 20年的 20年的 好 下面来看 20年末地盐所得 税负债余额是 843.7 我们算一下 是20年末 投资性房地产 调整的供应价是9000 9000告诉 调整供应了 计税基础得什么 等于税法就认 他原来的原值7500 所以7500 减掉7500 除以原来的年限 20年 20年税法快一样 再乘以5年 出租了1年 之前4年5年 算出5625 好 那么两一笔增值了 增值了 应纳税差 应纳税差异 两一减 那么算出来是3375 3375 长25% 是843.75 没毛病 正确 这没毛病吗 好 那么分路 提出经过0 代记地盐所得 是借记所得税费用 借记所得税费用 所以那么 A和B都正确吗 都正确了 所以 这个内容 是地盐所得税费用 C 应交所得税 得税前利润 税前利润 是1万 减掉这个3000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税法不认 纳税条件 减掉税法 就认折就额 减掉7500 除20年 括号 乘25% 算出1656.25 这个数不对了 C不对了 C不对了 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没问题 1万乘25% 就是2500 所以C不正确 这题难吗 不难 好 这是第一年 好 所以在这个地当中 你可以这么算 拿1万乘也可以 用鹰角所得税 加上地银所得税费用 也能算出2000 验算一下 知道我做对不对了 最好别拿1万去乘进 不得已 采用 那平常验算 可以用拿1万乘25% 就是2500 但是你平常做题的时候 最好去这么去算 你就知道你做对不对了 好 答案选择C 好 再看下一年 8 21年12月31日 所得税 跨于处理 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来吧 A个B A个B 电所得税负债发生额和电所得税费用 那么来看一下 那么21年末 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调整到8500了 计税基础税法就认它的原值折教 所以原值7500 减掉7500 出20年乘6年了 算出5250 那么两亿减叫英纳税参与累计的金额 那么差额是3250 比如3250再乘25% 算出来后边的金额812.5 这是余额 发生额呢 本年末减上年末算出来负的31.5 说明转回来了 说明转回来了 所以负的31.25 那么负的在哪方 在哪方 在借房 借记电所得税负债 贷在贷所得税费用 所以电所得税费用 电所得税费用 那么这个数对吗 那么B不正确了 因为你这是负的在借房 借的是电所得税负债贷费用 是收益啊 你这写的费用 那么这个不对了 这个B不对了 你要写个负号可以 写个负号可以 所以B不对 好 再来看C 21年末 应交所得税 所得税费用可能没问题 应交所得税再来看 应交所得税得税 得税前利润是1万 加上供应价值变动 损失 损失不认 8500和9000损失也不认 收也不认 损失加回去 然后减到税法认的折旧 7500除20年 括号成25% 算出2531.5 说这个没问题了 那么所得税费用 更没问题了 所得税费用 用的是用的是什么 当期所得税费用 那么减掉地银所得税收益 算出2500 或者直接拿1万成25% 也可以啊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 B不正确 好B没问题了啊 第九 A公司适用的所得税25% 21年1月1号 A公司向期50名管理人 每人授1万份股票期权 这个内容 今年教材加进来了 再说一遍 注算是考过两次了 但这两次提都没有对外公布 然后呢 今年第一次加进教材了 但也没有例题啊 好 行权价格为每股4块钱 可行权日是2年12月31号 两年等待期两年 是不两年 21年 二年两年 授予日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3块钱 那么行权条件是 如果公司年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4% 且高管人没有离职 才可以行权 截止到年末 没有人离职 未来也没有人离职 好 年末供应价 收盘价格每股12块钱 好 21年收入增长率4.1% 22年增长率4.5% 都满足了啊 税法怎么说的 针对该项股份支付以后期间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为股票的供应价与行权价格之间的差额 也就是税法说可以作为工资薪金允许税前扣除 好 那么问不正确的是 2011号不做账务处理 为什么不做账务处理 因为有等待期 有等待期没分路 好 2011年确认了管理费用 电所得税资产 所得税费用 我们得算 答案选择D 好 21年末确认费用应该是 是每人给1万份 乘以50 50是什么 50个人 乘以3 三什么 授予日的供应价 2分之1呢 等待期两年 本年是第一年 算出75 好 借管理费用 代季资本公 70个有了 好 股票供应价 供应价收盘价12 所以是1万份 乘以50人 再长以收盘价12 再长1分之1 算出300 好 这有了 那么期权的行权价格 行权价格4块钱 所以1万份 乘以50人 乘以行权价4块钱 再长以1分之1 算出100 好 问题出来了 预计未来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 就是这俩差额 300和100差额是200万 这200万叫未来可以税前扣除金额 未来可以扣除的金额 走什么科目 地缘所得税赞 200成25%是50 这有了 A公司预计未来钱 可以税前扣除金额200 超过了当期券的成本费用 前面那个75 那么超出的部分 说过了 进入到资本公级 所以超出的部分 进入资本公级 所以借地缘所得税赞50 这50 这50就这50 所以借地缘所得税赞50 然后代计 所得税费用 没有超出部分 借管理费 代资本公级那个 管理费那个 这个长25% 是所得税费用 超出的部分 列作资本公级 31.5 这不答案出来了吗 所以今年还真得注意一下 第十题 蒋安公司适用的 所得税25 21年蒋安公司 实现的利润总额 是1050 永久性差异 第一个 21年收到 按照票面利息 票面利息计算的 国债利息收入56 按照实际利息计算的 利息收入是50 那么这两个 纳税调整 几个是56还是50 是56还是50 一定借助 是按照什么 实际律法算出来 几个 实际律法算出来 几个 是50 因为这50 走了投资税 坑不了 进入投资税 税法说不交税 好 这永久性差异 第二 违反环保法规 处罚了 那么这也属于永久性差异 这是两个永久了 算性差异 点所得税负债 年初金额100 年末金额是 一把乳增了 那么 这个内容叫做 点所得税负债 负债的话 那么应该叫什么 叫应纳税差 应纳税差异 是纳税条减 好 接着往下走 点所得税负 年初150 年末200 那么这个增了 增了一个50 这叫可抵扣 可抵扣差异 可抵扣差异 你别忘了 是纳税条增的 但这个金额都成了税率了 这俩都成税率 得返出 返出以后求出 那个应纳税差异 和可抵扣差异 好 那么问 所得税费用多少 所得税费用 那么如果没有永久性差异好办 直接拿会计率承计完了 但这条题有 所以我教大家怎么算 两种算法 第一种算法 常规算法 是所得税费用 等应交所得税 第一大块 应交所得税 看见了吗 然后加上 第二个电所得税费用 听懂了吗 是应交所得税 加上电所得税费用 好 来看一下 税前利润是1050 减掉第一个国债利润50 不是那56 是那50 加上那100 环保罚款税法不认 纳税都用加回去 然后再接着看 那么第一个电所得税负债 电所得税负债 年末和年初差25万 返出25% 前面减号 为什么减号 应纳税是纳税条件的 第二可抵扣 可抵扣是 那么是150 和那个200之间差额是50 为什么纳税条增 因为它属于可抵扣 可抵扣纳税条增 返出25% 好 矿号再乘25% 这叫应交所得税 然后加上 加什么呢 那么加上电所得税费用 减收益 这个意思 再来看这25 那么25万 这25万 这25万来看一下 这25万是什么科目 是电所得税负债 负债的话 是贷负借费用 借费用是加 前面减号 那个下面那50呢 是可抵扣 走电所得税资产 资产是借电所得税 贷费用 贷费用前面减号 那么最后算出275 看到吗 快速计算 直接拿税前利润 1050成25% 加上永久性差异 永久性差异 这个50纳税条件 那么这个纳税条增 这就完事了吗 好所以这50万 这50万税法说不交税 对吧 这个100纳税条增 括号成20% 也能算出275 怎么算都可以 两种算法都能算出来 哪个块 我第二种算法 是吧 好 好 到为止 第一个单项选择 我们讲完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